一朗 我一安和花一安 梁梁歌山馬上吸引眾人目光 他是起初在都市工作打拼 最後選擇返鄉創業的 排灣族青年徐凱琳 早在政府宣誓今年為地方創生元年之前 就已回到屏東太武鄉山上 能力找回太武咖啡跟在地 排灣族歷史淵源 將會開拓地方特色產業 活絡當地觀光的一員 我們是打頭陣的 我們回來知道更多的機會 那提升我們鄉裡面的一些環境條件 那希望就是說我們的青年能夠回流 再跟我們一起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這樣子 不過就算有產業在原鄉地區 時常得面臨校路不通的問題 游英明就讀中央大學 資工系的碳雅族學生趙天佑 他在運用所學協助桃園附行區五個部落 建置產銷配送系統 順利在今年四到六月期間 銷售超過四萬顆水蜜桃 成為成功協助地方創生的具體典範 那接下來他要把這些幾萬顆水蜜桃的 這個行銷的數據帶回到中央大學 再用資訊工程系用大數據的方式去做分析 將來可以回饋給當地的地方 他們在做這個觀光協銷的時候可以使用 自從政府選是今年為地方創生元年 國發會也選在十一月一號到七號 於台北松山文創園區 展出全台各縣市的地方創生計畫 階段性成果 希望藉此鼓勵更多離鄉背景的青年 有朝一日能夠找到自己的舞台返鄉回饋 台北市採訪報導 吃火證 我們不可以吃火證